臭蟲 臭蟲在我们加州几年前是比较少 因为它主要分布在一些潮湿或者比较冷的地方 加州是比较干燥 但是大概在几年前很多人从东部移民到西部 或者是很多旅行的人逐渐的把这个臭蟲从东部往西部带 我在这里讲不是讲这个臭蟲主要是从东部过来的 只是告诉大家它的移动一个移动的轨迹 以及我们加州现在一个这个洛杉磁现在一个那个臭蟲的状况 那现在我们每年街道或者处理越来越多的臭蟲的问题 这个在十多年前我还刚从事这个的时候臭蟲是比较少 现在是很多很多 即使在我们华人社区里也是很严重一个问题 那在我们华人有一些大家知道在那些居住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地方 或者是说大家临时出租的房间房子里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 而且臭蟲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基本上臭蟲这个东西 它的英文叫bad bug 可以说我们杀虫的人对这个臭蟲 就是我们专业杀虫各种各样的昆虫和害虫 臭蟲是最难控制和去杜绝的杀干净的一种害虫 那它是刚刚我们有看到一幅图 就是给大家看到臭蟲在室内的分布 以及它的一些特点它的一些特征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重复一下 臭蟲它的英文叫bad bug 那bad就是床的意思 那顾名思义这个蟲最多的生活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人类居住的卧室里床上 那刚开始的时候它会躲在那个床 那个床垫里或者床架子里面 它在你休息的时候它会出来咬人 臭蟲的特点是怕光不喜欢热 所以它基本上白天亮的时候它不会出来 它也会躲起来 就是躲在我们那个床垫里面或者缝隙里面 或者那个甚至地毯里面各个地方 那在替了灯以后或者晚上它就会出来咬人吸血 那臭蟲的话它是怎么样到我们室内来的呢 可以肯定的讲你家里或者你某一个地方有这个问题 一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 那住家来讲最有可能的就是您可能或者你家人 有可能在最近有去别的地方旅行或者住店 或者有别人有这个身上会带了 带了那个臭蟲的到你家里居住 它就会带到你室内 一般刚开始的时候臭蟲是比较去 我们是比较难去发现这个问题 甚至在刚开始你被咬的时候 你可能也想不到是这个问题 但他们发现比较严重了 大家都被咬 而且是情况比较糟糕的时候 才会意识到有可能是臭蟲 因为臭蟲咬的人的那个 它身上起的那个红点和包的话 跟那个跳蟲 我们更常见的一种咬人的昆虫 跳蟲比起来的话比较很接近 所以大家可能开始的时候会去把它搞混淆 这个东西是不是跳蟲 从这个问题上 也就是说它们在两种昆虫的分布来讲 我们检查起来的话就会有重点去看 那么臭蟲来讲的话 刚刚我们讲它主要是在床上 所以我们第一要检查的地方 就是你睡觉的床 你把那个床上的用品全部把它拿下来 你把你的床垫子推起来 用一个手电筒 你去看沿着那个床垫的四周的那条边 你去把它轻轻的翻起来看 里面会不会有臭蟲 大的小的 然后你把那个床架子 就是下面有的时候是一个box 是一个那个床架 或者是你的木头的床架 你用电筒去仔细去找每一条缝 你会不会有臭蟲藏在里面 那除了看这个虫以外 你可能会看到在那个床垫子上 或者是那个地上或者墙上 如果你看到一点一点的暗红色 或者是当黑色的那种黑色的 你圈圈的那种印子 就像我们说看起来就像以前的那种钢笔 如果拿钢笔把那个墨水 撒在那个墙上 或者撒在那个床上 就像这个一样 一片一片的或者一点一点的 那这个就是臭蟲的粪便 和它的那些排泄物的一些痕迹 如果你看到这个 那一定这个你的床上 或者你的这个周围一定是有臭蟲活动 所以就特别小心 那它平时躲藏的地方呢 除了在床上以外 它还会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第二的话就是你床头柜 第三就是您的地毯 第四就是墙上挂的画 和那些镜子的后面的那个板子 第五就是多的话 就会在旁边的衣柜 甚至在天花板的四周或者是窗帘 你都会看得到 找得到它的痕迹 那这个东西的话 刚开始的话 刚开始你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又被咬 或者是说持续的被咬 它的特征是它被咬的地方 会特别的痒 绝大部分人会特别的痒 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那它的区别 跟跳蟲所咬的人的区别 就是跳蟲咬人会痒 但是它会时间比较短 可能几个小时以后就不太痒 那臭蟲咬的地方 有可能最长的 可以持续一天两天 甚至一个礼拜都会比较痒 而且它那个持续 就是那个红点 或者那个被咬的那个包 持续不消 这是臭蟲咬人的一个特征 那我们在有了这个问题以后 除了去检查它 去拿药去喷它以外 更重要更重要的一个地方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就是说除了你去看到 杀死它以外 就是控制它的 有可能它有残暖的这个问题 如果它有吸了血 或者是说在你家里待了一段时间 它有可能吸血以后 残暖在一些地方 你需要去做很多很多的清洁准备工作 那首先你需要把你的床上用品 和你平时穿的衣物 所有的床上用品 床单、被套、枕头套 这些东西 可以取下来的外套的地方 拿到洗衣机里用热水 一定要用热水去洗 洗了以后拿去用高温烘干 然后或者是说你拿到太阳下去晒 曝晒一天两天一次两次 尽可能的去让高温去 因为它不喜欢高温 然后你需要把你的所有的地毯 如果你是地毯的话 你需要除了 当然是最好是找那个清承公司 把地毯重新做一个清洁 如果说你自己要自己做 不是这么严重的话 你就要吸尘器 经常去洗那个地毯 有可能它会躲在里面 或者说它惨的暖在那个地毯的那个 那个纤维里面 那你经常去这样洗的话 会缓解会比较好 那你就要去注意那个 那些缝里面 就是你的那个墙 从每一个家里有一个那个踢脚线 那个缝边上都要去仔细去检查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臭虫的话 你如果要去自己去控制它 自己要去把它处理好 其实是比较难 你去喷它又没有把它喷死掉 或者把它灭掉 它有一个特点 它会躲藏起来 它跟别的有一些很大的区别 就是它会去躲 它会主动去找一些地缝或者 钻到地毯下或者那个墙里面去 它会躲 臭虫可以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生活超过半年以上 不是 然后它可以再出来 当然它不会主动去躲半年 但是它有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我来说 那是这种东西 我来说 我给你们知道 我们就请你去把这种东西